前夜的一场大雨让宜兰市长性农民位在近视路旁的农田 造成水垢内的水漫过它的农地 却也造成它所种的央苗出现枯萎的现象 那不仪就怀疑是排水垢水质的问题污染到农田 因此今天特别求助水医会 希望协助查明真相来追出元凶 前天晚上的一场大雨 致使部分排水垢的水漫过农田 但是这些水却含有大量油污 污染了脏性农民的稻田 使得部分央苗出现枯萎现象 让它血本无归 因此今天特别求助宜兰农田水利会 希望协助查明真相 我们都开了 就等到收盛 所以我副水垢拌回我的产地 在我一名副水垢都吃了四季 我现在九层五味也没得到 因为做蜡蜂收盘就只有几万了 所以我去找人员 人员说我来翻译上去看看 什么好了 把人倒三天 我们的农民实在是一苦无泪 水利会也随即派出人员 前往现场勘查 发现构底有许多白色的物质 并且立即采样送环保局化验 确认这些物质 是不是为污染农田的元凶 这严重的三四座 一串这样 虽然说是荷杂 水水污染 这严重 这严重都要看 都要一直下来 现在 我们这保产的特殊肉供 所以他现在不知道要哪种 他现在还保护去 不一定就会外 要修行之后 这个米策子不一定就会吃你 所以他现在要处理 现在就是提出希望 说我们可以帮他帮他帮忙 请水质帮帮帮帮帮帮 想要是这个水质要过富 水利会也强调 为了让本县农业能够永续发展 绝对会做好把关的工作 确保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多谢四日 媒员 余员 能